安顿好西洋王王妃 别人都去护驾争光 柳氏跑到了丁柳身边 看到女儿眼角的眼泪 柳氏吓坏了 小柳 哪里疼啊 哪里受伤啊 丁柳乌叶抽泣的靠近柳氏怀里 母亲的味道包围着她 丁柳想到了生母 娘 我 我不要小产 我要生孩子 最弱彷徨的丁柳 让柳氏心疼极了 丁柳哪有一点平时的坚强冷静 哪有方才的果决 柳氏将她抱得更紧 用她的温暖保护女儿 小柳 没事的 谁说你会小产呢 娘还准备抱外孙 小柳 相信娘 没事 你一定没事 在柳氏温暖的怀里 丁柳再也忍不住 前生小产的痛苦 近生的担忧 全部都哭了出来 以前 她只能一个人背着一切 如今 她有娘 她同样不是铁金刚 需要母亲的慰藉 好在 众人向文西地表忠心 好在 丁柳不是嚎啕大哭的人 伤心处也不好 她哭着哭着 渐渐地没有了声音 柳氏低头看了一眼 丁柳在她的怀里 哭着睡着了 柳氏摇摇头 眼里有几分的后悔 不应该留她一个人在丁家 即便太夫人对她再好 女儿心事太重 她不在 她两个发脾气 说满怨委屈话的人都没有 成亲之后 又是七哉八难的 柳氏虽然觉得女婿不错 但女儿跟着她 没少受苦 柳氏擦拭去丁柳脸上的泪痕 即便体力不支 丁柳还是紧紧地护着小腹 柳氏的心 软成了一团 她的女儿啊 什么时候能太平 站在不远处的丁柳低垂下头 拢在袖口的手 攥紧了拳头 安阳郡主 她对她的记忆 越发的清晰 可她们之间 却是咫尺天涯 丁柳早就知晓 她把女儿当命看 但当她护着丁柳时 她还是会感动 大太太抿了抿嘴唇 太夫人叹息一声 嗯 怨孽 太夫人相信丁柳不会靠前 更不会接近安阳郡主 为了丁氏宗族 丁柳不能也不准许自己靠近安阳郡主 只是她的心里怕着会记着柳氏一辈子 太夫人握住大太太的手臂 大儿媳妇 我只认你 大太太感动了 疑惑的看向太夫人 太夫人低声说 那人是安阳郡主 六丫头的义母 生母早丧的六丫头 有一母疼爱 是她的福气 咱们疼她 更不能把她的福气弄成祸事 方才六丫头表现得极好 陛下定会有封赏 你是她的嫡母啊 这份光彩有你一份 六丫头是个知恩图报的 将来松儿他们 去世还得靠他们夫妻关照 大儿媳妇 且记得不能因小失大 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可真让外人笑话了 我养的儿子 我清楚 冻儿已经修身养性了 回同你一心一意的过日子 儿媳明白的 母亲 大太太拳手 很少有事能瞒得过 太夫人这双眼睛 她不是不明白 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 本西地安抚朝臣儿子们 皇后先是让御医 给丁女看了伤势 随后走到柳氏身边 看着他们母女相拥 皇后像是怕吵醒丁柔 暗阳 她怎么了 去娘娘宣御医 给她摸脉 方才听她说 许是有喜了 皇后立刻宣召太医 有喜的女子 是不能太过劳累惊吓的 她同样是知晓 失去孩子痛苦的女人 太医诊脉之后 很明确地说 嗯 丁夫人有了身孕 她有滑胎的症状 如今最需要的是静养 得到确定的消息后 柳氏喜急而泣 她虽然一直安慰丁柔 但心也是悬着的 方才的惊变 让她很为丁柔担心 成亲两年多了 柳氏如何不着急 只是 她怕提起让丁柔难过 平时不敢说 也不敢问 皇后同样一脸的欣慰 你方才说 她有滑胎的征兆 是不是很严重啊 用什么方法保养啊 用什么药材啊 皇后一连串的追问 对丁柔的关切 异于言表 命夫大多随着皇后 来到侧殿 他们能听到里面的动静 彼此交换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目光 心知 看来丁柔 不能再单纯的 看作隐成善的妻子 她本身 同样需要注意 有几个 从丁家熟悉的夫人 带着几分讨好之意 奉承起大太太和太夫人 言谈间 打听丁家 是怎么教导女儿的 无论是有勇气的丁柔 还是果决的丁柔 或者 贤贿端庄 至家有道的丁仪 沉默寡言的丁云 一个个 不说全都出类拔萃 但他们都很出色 有各自擅长的一面 即便是轰动一时的丁慧 也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绝情书 并且向朝廷捐下了银子 一个不奇怪 但丁家这一代的小姐 却仿佛井喷般爆发出的前置 足以让人羡慕了 很多人除了奉承之外 对丁家的家教赞不绝口 并且打听起来 庶女养好了 一样可以光耀门楣 命妇们也对庶女 有了几分清醒的认识 散养打压庶女 显然不是上策 用庶女换取好处 般配做技士 好像没有嫁给刚刚冒头的才子好 尹承扇是很难得 但未尝将来不会像有尹承扇这样的人 就是庶女做技士 也得挑选月宁侯这样的才行 再差不过是赔一份嫁妆 教养敌女的同时 庶女顺带着也养了 还能让她们感恩 何乐不为 大太太是满嘴的谦虚 面上同样带着谦虚 和几分欣喜 但心里还是涌起振振的酸涩 她的姨月虽然出色 但比丁柔还差点一些 她又顾忌着安阳郡主 大太太只能笑着谦虚 是她们争气 是母亲教养的好 柳丫头一直是在母亲身边的 相比较大太太心思复杂 太夫人是真真的喜熊逸色 丁柔又有了身孕 太夫乐得合不拢嘴 她对丁柔的称赞是最真诚的 也是最热烈的一个 她一点不怕 显赫的名声压垮了 她精心教养出的丁柔 如今名声越是显赫 丁柔生活得越是幸福 外面热闹 里面同样也很忙碌 丁柔醒过来便听到了好消息 她哭个不停 柳丝在旁边给她擦拭眼泪 同样眼圈也是湿润的 这都是喜悦的泪水 皇后吩咐太医照顾丁柔 并且给丁柔指派了两名妈妈 专门伺候她孕妻的一切 顺便伺候她生产 这两个妈妈是按照太祖皇后留下的规矩 训练出来的 也只有皇家才会用这样的妈妈 众臣夫人不是没用过 但一直是极少极少的 按照尹承扇如今的品级是不用想的 皇后这是在告诉所有的人 她拿丁柔当成后生晚辈来看 好孩子 别哭了 这是喜事 得高兴啊 伤了眼睛可怎么行呢 皇后握住了丁柔的手臂 丁柔想下床谢恩 被皇后按住了 皇后笑着说 行了 本宫知晓你是个懂事的 如今你身子重 又是第一次游戏 要当心呐 丁柔抹了抹眼泪 吹下脑袋 多 皇后娘娘 丁柔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她原本就不是爱哭的人 也曾想过为什么要哭 但如今丁柔知道了什么是喜极而泣 知晓了 女人其实真的是水座的 她就是无法控制 皇后眼里闪过心疼 她是最知晓定有此时心思的一个 她痛失孩子 这辈子因为无法再生育 受到了很多的指责 也曾经请求过文西帝 废了皇后的名分 文西帝一直没有答应 一向很少动怒的文西帝 将后宫搅舌根子的宫女尽数打死 曾经文西帝很宠爱的妃子 因为嘲讽皇后 而被文西帝关进朗宫 幽静至死 其亲人也都被流放 不是没有人建议过另立皇后 只要有一人提起此事 她就仗毙一人 早年几乎每年都有被仗毙的人 因为文西帝的维护以及坚持 皇后的位置才会稳如泰山 皇后心疼又心累的看着丁柔 她曾经承受的痛苦 不想让性子有几分酷似太祖皇后的丁柔承受 一会儿本宫让人送你出宫 本宫待安阳如同亲生 她又最疼你 你有什么难处 一定同本宫说 恩宫给你做主 是 皇后娘娘 丁柔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她知晓自己很没用 此时外面内侍高喊 陛下封赏旨意到 丁柔 丁柔 接使 受伤的丁柔自然也会被安排在里面 她也受到了很多的照顾 很多人都陪着她 丁柔却有了几分的不平 皇后只是看过她就去照顾丁柔了 后来又听说丁柔有孕了 丁柔的心情越发的复杂 旁人眼里对她是羡慕的 但对丁柔更是羡慕 丁柔的肩头几乎被刺穿 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丁柔做个什么 她胆小的躲在角落里 丁柔只顾着自己 丁柔哪有她的勇气 只是机缘巧合的放下了吊起的篮子 丁柔根本不敢面对刺客 她凭什么就享受比她还要好的优待 凭什么皇后对她那么好 就因为她机缘巧合的 拜了安阳郡主做异母吗 为什么丁柔总是不经意间 拥有很多丁柔最羡慕的东西 两辈子都是 丁柔难道只能羡慕她吗 前生唯一让丁柔自豪的事情 是丁柔只生了一个儿子 并且很难再有孩子了 于是蓝灵侯疼她如猪如宝 丁敏儿女双全 身体底子也很好 还可以再生的 可今生 丁敏虽然比丁柔晚假 但她同样没有好消息 岳灵侯不着急 可丁敏很着急 她也找了大夫把脉 都说她受过寒气 不容易有喜 丁敏对于在规格受的那几场苦 很是后悔 没找到隐成扇 雪地里跪求丁柔 一切的一切 都让她后悔当初的冲动 丁敏记得前生养在太夫人身边时 总是有补药喝 她受了粮 会被祖母面上好酒 做什么都是热乎乎的 可今生在底母身边 丁敏受了很多的苦 也没有人再关心她 丁敏也是泪流满面 但同丁柔幸福的眼泪 是截然不同的泪水 旁人只会以为她伤口疼 谁也不会知道 她心中的伤口越蠢越大 血淋淋的 在丁敏不知是前身更好 还是今生更好的时候 文西帝恩赏的指引到了 丁敏挣扎起身 宫里上前搀扶住她 丁敏多了几分的期盼 陛下是罪罪英敏的 她会明白丁柔所做的是不值得一提的 丁柔比不过她 一定比不过她 丁柔同样也被宫里搀扶起身 柳氏和皇后略带担心地看着她 丁柔含泪笑道 没事 她只是有小喘的征兆 往后多小心些也就是了 接文西帝圣旨的机会不多 藐视黄恩的罪名 她也是承担不起的 丁柔慢悠悠地来到了接纸的地方 柳氏搀扶着皇后跟出来 侧丢里的命妇 齐齐齐替皇后请安 虽然恩赏的圣旨 是给丁敏和丁柔的 但对他们来说 也得陪跪着 哪怕是皇后不想跪着的话 也得逼让开 皇后拽住了柳氏 站在最后 低声说 这儿也能听见 陛下断断不会亏待丁柔 你且放心吧 本宫将她当后背看 何况是陛下呢 今日对丁柔来说是双喜临门 她会得到很多很多 这其中有文西帝对柳氏的愧疚 也有对丁柔的赞赏 也有对丁柔的期盼 文西帝许多的孙女和外孙女 就没有一个有母后风范的 在她绝望太祖皇后性子没传承下去的时候 丁柔出现了 皇后还记得太祖皇后曾经笑言过 她的东西是传女不传男的 皇后如今只是希望文西帝能注意点影响 别因为太后爱丁柔让她们夫妻失和 尹承善有才干 但偏偏这样的人心眼都不大 女人的幸福不再名声显赫 不再富贵荣华 再与夫妻和睦儿女绕息 丁柔看着满面红光的丁柔 能感受到丁柔此时的幸福 是啊 有孕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的事情 丁柔只是感觉伤口越来越疼 几乎刺激得她落泪 她不能像丁柔一样哭个不停 不能像她一样眼睛都哭肿了 丁柔的丁柔感激地说道 方才看了六妹妹如何用丝线堵住口鼻 我才有了救驾的机会 我多谢六妹妹了 丁柔皱了皱眉头 丁柔不是来道谢的 是想告诉众人 她丁柔是个胆小怕死的小人 是个不顾圣上安危的不忠之人 告诉众人 她不应该得到这样的赏赐 对比三姐姐有勇气跑出去护驾 我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丁柔淡然地说 陛下跟前有安国夫人 旁人去了不过是添乱 护驾并非是看谁冲在最前面 对我来说 审时夺势的冷静 比热血冲动更为重要 站得远了才能看得清楚 当时有迷烟 装作没有力气护驾的人也不少 换一个皇帝 他们照样有富贵的日子过 何必去拼搏那一丝的功成名就呢 丁柔毕竟是少数 众人觉得丁柔说得更好 他们都是审时夺势的冷静人 后来不是还扔过刺客东西吗 在众人面前 丁柔不会让旁人知晓 他们姐妹互相拆台 笑了笑 三姐姐英勇护驾 小麦佩服 咱们不能让船指的公共久党 先接圣旨如何 丁柔落落大方地跪下 丁民咬着嘴唇 跪在丁柔旁边 臣妇光听圣旨 船指的太监 见到两位丁夫人跪下街址 多了几分的笑意 文西帝因为突然出现了刺客 震动不已 但明日便是过大年 文西帝不愿弄得风声鹤唳 让百姓不得安稳 他也不会因为刺客的原因 不出皇宫与民同乐 太祖留下的传统 文西帝都会遵守 他除了出洞在京的监察院 几大统领之外 手中的龙腾谍报 也会收集消息 文西帝确认 尹王一脉死绝了 但为何还有乱民 为尹王申冤报仇呢 文西帝异常的愤怒 诸皇子重臣 浸若寒传 文西帝除了关心 安国夫人和皇后之外 震怒之中 没忘记丁柔和丁敏 听到丁柔有喜之后 文西帝让太监传旨 奉天长运皇帝赵曰 岳宁侯其夫人丁氏 忠勇卫君赏银子万两 良田百寝 并赐忠勇二字 以示荣宠 其夫岳宁侯 已是开国第一列侯 朕赞之 取妻取贤 拙赏 岳宁侯世子 锦衣玉卦 文房四宝 太监顿了顿 丁敏低头 掩饰去眼里的失望 这就完了 他受了伤 受了苦 就用银子和良田补偿 岳宁侯府 什么时候缺过银子 陛下还给祭子奖赏 丁敏越发的愤愤不平 尹常善之妻丁柔 品行机敏 性子活泼 上校父母 待人平和 忠孝聪慧 不负阵望 太监朗诵描写丁柔这段时 声音阴阳顿挫起来 高高低低的 很是有感情 旁人听了 能感觉出 吻西帝将丁柔当作晚辈疼爱的心思 丁柔临危不乱 与安国夫人配合默契 就朕以危难之后 朕知安阳收其为女 喜之幸之 朕意以之为晚辈 朕赤风丁柔为朝阳县主 受县主品级 赐丹书 其夫印成善 本为国之栋梁 朕不以其妻家赏 丁爱卿 教养朝阳县主有功 赏双十奉 恩赏黄金白两 丁家之人 各有封赏 亲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